你看過龜甲腕的經典醬油瓶嗎 由日本設計大師 Kenji Ekkon 在1961 年設計 是日本經典百大設計之一 雖然這位大師已經在2015年去世 但是這款瓶子依舊受到非常多的歡迎 被製作成各種有趣的創意廣告 平面設計師竹內俊的廣告是向日本國旗之計 他使用了鳥看圖拍攝了醬油瓶的形象 標語是這個味道支撐了整個國家 設計師小川珍穗透過女性的形象 用顏色和形式與logo 讓人一眼就認出是這個醬油瓶 十分引人作品 還有瑞士蘇黎絲的創意機構 在2020年東京奧運會前所做的創作平面作品 很有一種奧運的金牌幽謀 柏林的廣告同時也創作了一幅靈感來自於 福士惠畫家北斋的標誌性作品 非常有日本特有的文化感 最後一幅作品是由文案編輯 范田英美與設計師長野玉子共同創作 靈感來自於福士惠畫家 國方傳歌用人體構成瓶身本體 各種細節都相當引人入身 ある程度 principalmente在音樂時刻